大家好 说到法师是肥这一块 咱们先要了解一下法师的习性 法师它是一种快速生长 快速休眠的植物 这种多肉 它和常规的多肉还不太一样 咱们一般的多肉肥嘟嘟的 它夏天休眠也不是太明显 而法师到了夏天高温 特别夏天秋天 休眠是非常明显的 我这边这颗温度太低了 这叶片都已经冻得有点发软 法师生长比较快的温度 是5到25度这种范围内 生长是非常快的 在条件具备的时候 特别土质里面肥较足 生长特别快 尤其咱们土里面放的那种油积肥 油积肥加上蔬菜的土壤 它长得是最快的 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用凡事肥可不可以 网上不是很多卖那种黄色的颗粒吗 那种肥呢 你对于老庄长得不想让它再长得 吃一些肥可以 但对于咱们想让它长得更猛烈的 这种又爆头非常多的 这种是不适用的 因为那种肥太慢了 对于土质非常久 非常接班的那种 这种比较老的庄 咱们又不想换盆换土的 即便你放了缓制肥吧 它效果也不是太明显 咱们用的法师土 一般用个一年 它的肥率减少就很多了 用个两年肥基本就消耗的差不多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给它换盆换土 或者你重新给它捣鼓一下 一摘怎么都行啊 这个盆里面放的是松针 松针是今年上半年那会发酵的 还没用完 松针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还不要钱 去外面弄回来就行了 发酵好搬在土里面 最好的就是用有机肥 比如在网上买的那种动物粪便发酵好的 那种和土没啥区别也不臭 建议的可能就不要考虑了 不建议的用那种就合适 重点说一下这种溶液肥啊 水溶液肥是特别推荐的 因为法师呢 它那种管制肥慢嘛 水溶液你一对好水一浇就行了 这个瓶子里面的这种是 我之前用药渣发酵的 这种发酵的兑水以后直接浇就行了 一般这个一瓶能堆个一大桶 右边的这种也是水溶液肥 这种也可以 我们有精力弄土的 就给它把土重新倒腾一遍 加点有机肥火在里面 那种最好实在没办法的 就弄这种水溶液 水溶液效果也还不错 管制肥是最其次的了 家里面如果有啊 那你弄一点也没关系 特别是那种装非常老的嘛 我放点给它稍微有点营养就行了 因为我也不需要它生长 这棵勺修中斑井 已经很久没换土了 营养是跟不上的 这边这棵呢 就是从之前那里移过来的 以前那棵不是有拍吗 两盆排在一起放着的 这边这棵呢 移过来以后明显大了很多 这也就是好像是11月的时候移栽的吧 10月底还是11月 移了以后来这边抱了很多 竹头上面还抱了两层的芽 这种换的土里面 拌了很多羊分 关于施肥大体是这样吧 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